讓我首先要講講劉兆佳的一些論點 選委會四十多個界別分組中有36個選舉成分 當中有23個界別 一共有600多人通過資格審查自動當選 而這些界別其實是混雜了商界、政界的二、三代人物 但劉兆佳的重要分析是說雖然他們的人數好像沒有減少 但由於一個新的選舉委員會的成分是多了 多了人數沒有減少,但比例上減少了 而且基層或一些勞工團體相對上是多了 此消比獎因為大家的立場肯定是不同 商界當然有商界利益 傳統商界都有一些政治的代理人 這些中央政府當然是療如指掌 實際上香港過去的商界 特別是四大地產商、重要的財團的領導人 都跟中央有相當不錯的關係 如果有不少的途徑可以直達天庭 這些在過去的中國政府都視為了一個常態 中央的需要是要靠著香港的財團 去穩定香港的經濟 也不斷為國家去創悔 但事而細逆 今時今日看見整個香港的大變局當中 和選委這個新的一個架構的成立 而去到有1500人 剛才嘉權也提到 地產商或傳統財團的基本上的席位好像沒有變 基數大了 你所佔的份額自然就少了 是呀 但是劉少佳就說 現在今時不同往日了 因為過去剛才老總所說 都要靠一下你們 你們不要走 你們穩定香港經濟的支柱 但是劉少佳說現在不同了 現在中央是有強烈的改革意志 而且用政策先行 來通過政策和改革的手段 達到一個全面管治的目標 於是關於香港的土地問題 房屋供應 青少年發展 如何收縮貧富懸殊 是中央定出一個目標政策 就有強烈的意志去推行 這正正是夏寶龍透的時事會議 宣示給香港人知道 這個可以令香港這次變局 任何的層面社會上的板塊 都不可以迴避 傳統商界所佔的優勢 都明顯是要推減一些 這個不僅是香港的情況 更加令人感到 不是擔心 而是感到更加大變化 就是內地近期捲起一個共同富裕 風氣 香港本身一些傳統左派工會的人士 都不斷吹噓一種很特別的左風 在香港 特別在地產財團這方面 亦都令到地產商感到極度不安 甚至連我來講都很不斷宣揚中央政策 施老闆施永青都有幾篇文章 都探討共同富裕的風氣會不會吹到香港呢 共同富裕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字眼 在中環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國之後 這種共同富裕是從大鑊飯開始的 所以當年有所謂做就三十六 不做又三十六的情形出現 但是到鄧小平領導 在七十年代美八十年代初 海放改革就說 他是比較現實一些 不如讓部份人先富起來 然後再帶動整體經濟的改革 但是現在中國真的富起來了 中國富起來就出現了一個 有些人突然富有得很厲害 那個貧富的差距實在很驚人 大家看到有些巨企動載 是說身家多少億多少億 但是又有一段時間 你曾經上過富豪榜那些 都沒有什麼好的下場 我們看看中國立國以來的歷史 在中國做有錢人 不一定是好事 大部份都可能是最後悔 所以現在在共同富裕的新政策底下 這種風氣 在內地繼續開了一個問答題 各自財團各自的企業 你自己去交心 你去交答案出來 答案真的要具體行動 政府高明在就沒有畫條線 你要怎樣做怎樣做 你自己去怎樣做 這個真的很厲害 按自己的尺寸決定 同樣這個題目 都會出來香港 一方面你做企業財團 你要負起更大的社會財任 這方面都是正常合理的 以前來說 這些財團等等 你發覺這些四大家族等等 它本身在企業上都有一個基金 基金主要是透過另一種方法 去回報社會等等 香港都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但很少說 一個正日雖然是逼這些財團 在做什麼 香港沒有財團 現在是即時有反應 但已經有聲音響 剛才你提到 施永青連續幾篇文章 都在探討這個問題 我想施老闆 他自己在國內 他是做地產代理 真的過去十幾年 他在上面的業務發展是不錯的 但現在在共富原則之下 究竟他在上面發展出來的利潤 要不要被人共富了呢 因為房地產項目 也是中央要針對處理 正如大科技一樣 覺得不健康 而這些獨大 都令整個社會被扭曲 所以施老闆 消毒自己的財團 他真的在內地生活過 很了解內地 他收封很好 很敏銳 如果回來香港 你看看選委會的組合 其實有很多基層工會的力量很強大 一方來講 令到香港社會各方面的持份者 參與者 都好像比較平衡發展 但平衡當中是無形之手 其實好像是操控著整盤棋 是怎樣走法的 現在今時不同 選委會的程序還未完全落定 應該是這個月份 開始整個名單 有些要選的 程序落定後 就知道整個形勢 但離不開中央佈置的格局 因為就算是網後什麼選舉 結果不會太過離天頑丈遠 沒問題 其實我個人都很希望 在香港整個的管治教當中 有更多基層的聲音 不要被財團壟斷了 但基層聲音 那些基層聲音 是不是真的這麼貼地 就要想一想 你看見現在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基層聲音 可能都在泛民陣營當中 他們真的很基層 那工聯會算不算呢 雖然不是泛民陣營 但畢竟是工人聯會 當工聯會的會員人數都很廣泛 但畢竟他背後都有一個政治任務 令沒有一個真正本土的基層聲音 因為那些人全部都打散了 用工聯會的人數是代表基層 但工聯會的理事長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其實商界近期都很擔心 特別是土地政策的改變 會不會跟他們均富呢 因為我們為什麼提到工聯會呢 我們不是針對某一個人 工聯會過去的頭頭 就是針對了幾個本地財團發展商 因為他們下的炮都很重 就是評擊他們的聲音都很強 不過我們不希望香港出現鬥地主的情況 鄉社會的貧富懸殊等等 是要扭轉到 但如果你太過用政治手段 去強行把它擺正 這個引起的震盪未必是好 還有當你的權力 這個潘朵拉克子放出來 你賦予某些人某些部門有增大權力 去改變遊戲規則 接下來那些權力會很難收回 對呀 尤其是這個批鬥之鋒 是這麼次烈 跟文革當年的批鬥之鋒 似乎沒有什麼分別 亦都對香港未必是有一個長治久安的好處